从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饮茶,进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因此,瓶林茶叶博物馆进行规划的世界茶文化特展 除了介绍东茶西传的故事 另外还将带领大家一窥全球各地有趣的饮茶风俗 参与热闹的世界茶文化嘉年华 中国人从数千年前就开始饮茶,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 现今喝茶已经成为全世界人类共享的生活日常 并且因应不同地区的气候、宗教等因素 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世界茶文化 因此,瓶林茶叶博物馆精心策划的世界茶文化特展 以共饼为主题,带领大家一窥全球各地有趣的饮茶风俗 茶传播到世界各地 因应不同国家的气候、地理环境、风土民情 都发展出很有特色的世界的不同的茶文化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让大家不用出国 只要来到茶博馆就可以环游世界 茶可以说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日常饮品 不管是热带地区或是酷寒几地 都能见到人们喝茶的情景 而各一齐趣的饮茶空间 更成为体现民族文化的最佳场域 所以茶博馆这次在展场中 精心打造许多异国风情的茶室 民众可以欣赏日本茶道融入美学与哲学的精神象征 或是一窥游母民族在蒙古包里饮茶的情境 甚至是感受艾斯基姆人在病天雪地中围如煮茶的乐趣 在我们的展场里面呢 也特别有这一个从蒙古空运来台的蒙古包 那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在蒙古包里面大口喝着这个蒙古咸奶茶的这个豪迈的这一个体验 那同时呢我们也介绍了非常特殊的像是伊朗 这个比较大家比较陌生的国家 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很爱喝茶的民族 伊朗人喜欢在铺着美丽地毯的波斯茶馆中含糖喝红茶 居住青藏高原的藏人 满满的酥油茶是他们缓解高原反应的最佳良方 印度人则偏爱加满香料煮出来的马萨拉香料茶 这些充满不同特色的饮茶风俗 民众都可以在这次特展中一次进来 印度没有像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有一些塑胶啊 纸的棉洗杯 他们使用一种陶瓷做的陶杯 那买了茶就用陶杯盛装 那喝完这个陶杯就丢在地上砸碎 从泥土做成了陶杯又回到土地 这是印度当地的特有的一种这个一次性的棉洗杯 那这种杯子叫做库拉杯 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喝茶的文化 茶的名人魅力的确让各个民族都很有共鸣 品名似乎成为无需翻译的世界共通语言 茶博馆欢迎大家一起来探索各国茶文化 记者 陈平正门奇 平林采访报导